卡齊色的建築外觀帶點歲月痕跡 就座落在西屯區大龍路上的 國民黨台中市黨部 可是市值超過上億元 但黨產會認定 這一整棟都是國民黨的不當黨產 我們尊重現在不當黨產的規定 以及現行法令 國民黨台中市黨部 6月早就被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認定為不當取得的黨產 但一直拖到8月30號才完成轉移登記 台中市府解釋 是因為沒有經手過相關案件 不知道登記原因要怎麼勾選 但議員黃守達之一 一通電話就能搞定 現在一拖再拖 台中市長盧秀燕就是在護航 就算公文來往 其實也不應該拖到兩個月 這麼長的時間 尤其我們盧市長 應該要展現轉型正義的決心 不要讓人們覺得說 台中市政府是不是遇到國民黨就轉彎 但我們希望應該早一點辦 而不是選在政治選舉的時候 才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處分 國民黨懷疑過了30年才被挖出來 不免得有政治操作的疑慮 他這個程序是非常不正義的 黑箱作業 我們已經透過司法的程序聘請律師 在跟對這件事情提出抗告跟異議 當年拿台中市政府3500萬元公堂 興建的台中市黨部 又長年登記在國民黨名下 所以才被認定為不當取得 必須收歸國有 環宇新聞洪世成由博志李若彤 在台中的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